接著林鄭月娥應否要交代的 究竟香港在第五波疫情上的表現是如何 當然,星期六大家如果有看過林鄭記者會直播 你會發覺林鄭月娥當時非常非常有自信 她非常有自信感 是認為香港的抗議工作做得很好 是很好 但事實是這樣嗎? 我覺得不是的 事實根本不是這樣 而林鄭月娥本身為何會做自信呢? 自信是從何而來的呢? 這個我不知道 但在星期六的會議 記者會可以看到 林鄭月娥覺得自己做得非常之好 甚至比其他學家好 一人間記者也可能有關心 事實上香港市民也關心 為何香港會出現兩種不同的病毒同時爆發呢? 如果林鄭月娥說她本身抗疫工作做得很好 八萬一疏 基本上毫無疏漏 但現在出現八萬一疏 兩疏、三疏、四疏 第一疏來自國泰基組人員 第二疏來自來港二、回港二 第三疏來自可能出現倉鼠輸入的檢疫問題 而導致倉鼠可能受感染、可能帶病毒 而第四波 包括政府在一些已經發生了疫情的情況之下 仍然不懂得去控制疫情 尤其是在學校群組上 仍然被學校令中學群組爆發 這個情況究竟林鄭月娥應該怎樣處理呢? 應該怎樣跟公共交代呢? 而葵聰邨出現了一個壓力測試 就是一次過出現比較大規模 幾千人需要強制檢測 需要家居隔離的狀況 結果這個測試是完全不合格的 包括去做檢測的排隊 沒有做到分流 包括通訊方面 就算本來沒有的 都沒有去做一個建立通訊的方法 也包括了檢疫人員 即是前線人員裏面 亦都有人確診 亦都包括垃圾堆積如山 亦都包括防護衣物 就這樣堆積垃圾桶 要清的高人清 亦都包括了大家 是連吃晚飯 尤其是影攜樓 在第一天隔離的時候 是吃晚飯 即是第一天禁足的時候 吃晚飯都沒得吃 而吃晚飯都沒得吃 當他們要求買外賣 竟然政府都是拒絕 這個究竟是什麼政府? 怎樣去說他們為香港人做事呢? 另一方面 Delta的避免病毒 為什麼會在社區有爆發呢? 林鄭月娥經常強調自己 八十八日清零 八十八日清零其實有點謊 因為有些個案 他當了跟外來輸入相關 跟著就不當本土感染 所以才有八十八日清零 這個說法 期間其實香港在本土 在香港的本土感染和確診的 是大安人罪 是否有人是沒有離開過的 即是他都是香港活動 沒有離開過香港的 八十八日其實是一個 一個根本就不是一個可依賴的數據 只是一個 為自己炒唇膏 為自己化妝的數據 但是過程裡面 我們起碼看到一點 就是Delta變種病毒 沒有那麼容易供入香港 但現在變種病毒 是香港蔓延了 韓大師的豪軟 他本身現在的變種病毒 就是Delta 並不是Omicron Delta和Omicron有什麼分別呢 Omicron在日本做了一個實驗 不是實驗 是一個統計 日本現在確診的人數很多 他做完統計之後 發覺Delta變種病毒 大部分病毒是入肺 即是肺炎 肺功能會受影響 所以現在的狀況 那個感染狀況是嚴重一點 但是現在的Omicron 他原來去到上呼吸道 去到肢氣管 最多去到主氣管和肢氣管 變成出現後龍發炎 可能咳嗽 可能有少少消微消現象 因為肢氣管受影響 但就不是肺 也因為肢氣管受影響 所以發覺 港大也發覺 現在的Omicron病毒的複製率 在人體裡面是慢很多 他用肺來做實驗 就算你把肺 但是原來它的複製情況 病毒不斷自我去增生的情況 是跟Delta差很遠的 日本見到 原來在論強度 論入院的人數 以及論病毒感染 下降到肺的機會 原來Delta 是比起Omicron強了七倍 或者Omicron 只能夠達到Delta的六分一度 即是說 Omicron本身 我剛才說過 Omicron本身的強度 即是下降肺的情況 是本身比起Delta 是弱了七倍 只是六分一水平 亦可以反映一點 即是說 如果爆發的Omicron 純粹是Omicron 所以香港人 其實相對不需要太害怕 反而他們更加害怕 政府被政府抓入足高彎 或者強制隔離 但另一方面 如果是Delta 就情況完全不是這樣 Delta 真的可以入肺 真的可以形成重症 真的嚴重 你有沒有打針呢 都是嚴重的 所以大家對疫情 不可以掉以輕心 同一時間 我們都問政府 為何會搞到今時今日的地步 為何會搞到Omicron和Delta一起爆 為何會這樣呢 是否香港在防護工作做得不好呢 其中一個見到不好的 其實就是公共地方的清潔 最近這兩天 政府可能聽到我說 也開始做回事了 現在很明顯 就是一直支持我們 全是offside 因為我們找一些專家 一天到一刻 找專家說話 而且專家一天到一刻 就是不斷說話之後 兜花叫大家打針 目的就是叫大家打針 結果 叫大家打針 成為主流 而叫大家注重個人衛生 顧重公共物件的衛生 不要摸那麼多公共物件 這個做法 或這個重要的步驟 反而被忽略 這個就是現在暫時 政府經常找專家出來 去做代替政府官員工作 這個最糟的糟端 好了 另一方面 我們都會想 究竟整個動態清零 我們動到什麼時候呢 如果我們這樣下去 你可以這樣說 是無遲無… 完全沒有一個ending 就是說 完全看不到究竟什麼時候完 政府很願意 就是停止 魚病毒共存 尤其事實上都停不了 我們只能夠做一個抉擇 就是怎樣走這個魚病毒共存 怎樣走這個魚病毒共存 的同時呢 是保護了大家的健康 這個才是重點 好了 整件事要看 現在暫時 魚病毒共存 以及現在的動態清零 去看 新加坡的模式 是比起世界各地都成功的 它用了大約四個月時間 就過了整個疫情的高峰 也是新加坡本身自己預計的時間 所以因為這樣 新加坡在國民方面的信任度很高 好 另一方面看 新加坡在夏天的時候很醒目 新加坡在病毒最不活躍的夏天的時候 開始走魚病毒共存 高峰期仍然在新加坡的熱天 雖然新加坡的熱天 雖然香港那時候是冬天 因為8月走到12月 理論上12月都是冬天 但是新加坡的冬天仍然是熱天 但是其他國家 包括韓國 包括澳洲 當它行這個魚病毒共存政策 它開始的時候 是在冬天 在11月開始 在最寒冷的時候開始 在病毒最惡的時候開始 這個它的反映 無論韓國好 無論澳洲好 都是在一個相對糧的時間開始 而病毒共存政策 事實上是很難達到一定的效果 甚至乎是因為 這個糧 不是國家本身的氣溫糧 是全世界的氣溫是冬季 而因為全世界的氣溫是冬季 所以全世界其他地方爆發的情況 爆得很厲害 而因為其他地方爆發 所以傳入你的機會相對大 要記住這樣說 不是好像新加坡 新加坡當時在夏天去做一個 8月去做一個 預備力量共存政策的展開 在8月的時候 雖然疫情在爆發中 但是不算很厲害 所以新加坡當時 除了在夏天的環境做之外 它選了在病毒 不是在流行中 不是在爆發時間做 但是現在包括香港 偏偏偏在大爆發期間做 不是 所以韓國偏偏在爆發期間做 即是說歐洲爆得很厲害 美國爆得很厲害做 所以對它來說 輸入個案很多 而輸入個案之後 很快去到社區 很快去到社區 這就是韓國和澳洲的情況 澳洲雖然現在都叫澳洲的夏天 或者澳洲不是那麼冷 但是另一方面 因為其他國家 包括歐美 本身爆得很厲害 所以當它在選擇這個時候 開始的時候 它會面對病毒最活躍最強的時候 所以對香港來說 接下來的預備力進行政策 如果要殺行的話 最大機會選擇應該 最大機會選擇的時間 應該是六月時間 希望當時是夏天 整個新冠疫情爆發的情況 會舒緩 現在歐洲和美國估計 自己大概在三月內 就會完全舒緩了 症狀會大跌了 接著三月到四月 症狀就會大幅下跌 確診數字 在這個情況 即是當時沒有過大諾症 而當時還是夏天 病毒最不活躍的時候 那時候香港下病的共存 應該是殺傷力最低 社會成本最低 好了 昨天確配繁問 現在方家討論與病共存 他在討論三個問題 第一個沒有打針的 是否很危險 是否要踢他留強 是否有些人要死 我覺得這個危言爽聽 第一 當然 我們香港政府都要說服香港人 去接種疫苗 說服原因 或者說服方法 包括跟香港人介紹一下 現在究竟政府 在接下來 在確診政策上 有些什麼可能性 如果政府覺得很清楚 是非常之 有時間表 以及具體地計劃了 與病毒共存 是在六月 即是說 大概在香港的 夏天的時候開始 那為什麼香港市民不討論一下 為什麼不會因為衍生而討論一下 接不接種疫苗 去支持香港政府這個做法呢 可能會有正面作用的 你就算得到5% 6%的接種 香港都可能接近八成的人接種到 跟新加坡開始走病毒共存 那時的81% 是完全吻合的 現在還有幾個月時間 香港政府是否應該多說些 給香港人聽 讓香港人理解 讓香港人決定 怎樣去處理 自己打不打針的情況 好了 第二 郭佩凡就說 喂 如果你行乳病毒共存政策的話 就很可能 就會出現現在其他地方的大爆發 香港的醫療系統可能頂不順 這個講這個說話 就不是很對的 因為香港醫療系統本身 就應該要設計到 是可以頂得順 一些大爆發情況 在葵聰村見到 在兩三天內 他可以有二百多宗的確診 只在他那裏 如果有十個葵聰村 就變成二千多宗 那究竟香港的一個抗疫設施 包括了隔離酒店 包括了隔離營 就是竹膏灣 包括了隔離病房 包括了病房 需要呼吸機的呼吸數量 這些全部 香港政府都要做一個很清晰的assessment 很清晰地把數據告訴大家 在哪區有些什麼 大家知道他如果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也知道政府在公共醫療系統上 究竟有什麼capacity去面對 去醫治或者去處理疫情 陳小姐曾經出來 在前個星期 曾經出來說過 他幫麥士說 原來北大如山的一個抗疫醫院 即是臨時的醫院 是能夠容納八百多人 是幾乎最大的一個sauce 而第二個 本身也在其他地方 有些是病床 有些是隔離病房 亦都可以在亞洲博覽館 零零碩碩再加一個百里病床 結果可能出現 那些是輕症 結果可能香港 有二千多張病床可以這樣做 但是當中 就要折損了公共醫療系統裏面的 一些既有服務 我們不理究竟 這是否是自私的問題 即是說 我們要限於日本共存政策 可能出現有人太流強 亦都可能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醫療系統不夠負荷 但是政府本身 就要確保醫療系統 可以定一順 如果你說每天我一千宗 我們不相信 但是如果香港爆發 可能不止每天一千宗 即是說 如果香港政府 是想要行醫療病床政策 它需要第一時間 就是assess 究竟醫管局 現在可以面對的中數 和面對的衝擊有多大 它夠不夠藥物呢? 夠不夠治療的醫生呢? 夠不夠病房呢? 夠不夠呼吸機呢? 這些都要檢視 檢視不夠的就買 夠的就是最少保養好它 在等香港行醫療病床政策 而那部份人最後一點就是 如果香港行醫療病床政策 就可能跟大陸通不了關 因為你不斷會有 就可能確診 大陸都怕了你 是不是呢? 我覺得不是的 可能到時大陸覺得 就是說這個情況 就是受到控制 那反而呢 就可能呢 大陸也都行 與病床政策 跟著呢 就開關 可能不走 可能是這樣也未定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 葛珮凡所說的 如果呢 就是我們呢 就是與病床政策 通關無旺的了 又或者呢 甚至呢 他認為 就是呢 所有的capacity 就是醫療capacity 現在公共醫療的一個能力 是不需要調整的 那麼呢 就是 只要呢 我們現在繼續動態清零 這個呢 公共醫療系統 就不會overload的了 這是錯的可能 那可能是錯的 既然你開心一刀了 那為什麼不在呢 北大如山 在呢 就不如再開一間醫院呢 不是 雖然 北部都會拘再開一間醫院呢 就是 簡單說 就是 香港其實呢 應該準備好 就是疫情大爆發 準備好 與病的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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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病的共存的重點 不是只是呢 不是只是呢 就是市民信不信政府 也都不是呢 就是那個疫苗的接進率 是不是高 也都不是 就是究竟呢 疫苗的病毒有多猛烈 而最大重點呢 包括了香港人對政府的信心 就是政府在跟著來的工作 可以很清晰地向香港人解釋 那可能情況呢 香港人呢 更加願意信政府為定